已经进入七月份,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今年又这样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在最后的半年,各行各业开始疯狂的反击 但话说回来,今年这样的市场行情 不管你是做单位的小领导 还是在社会上工厂的打工人 包括那些国企央企上班的人,现在压力都很大 可以说现在的经济收入来讲,大家心中都有数,不用我多讲 作为北京上海,现在又出现一股新的潮流 那么跟房财有关,那么这个事情如果还是不赶快收手 那真的就会出大事了 真的是很多人通过这个事情已经倾家荡产 未来真的很难再走出来 听我慢慢到来 大家都知道5月17日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首付 从30%涨到了15% 包括房贷利率从最高的历史的6点几,5点几 一路狂降到现在的2点多点 那么这样的事情对于普通的家庭 普通购房者来讲是天大的好事 但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 买房其实对他们来讲还是天大的压力 天文数字一样的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去打听新楼盘或者是咨询二手房的时候 和他们讲清楚你现在所处的处境 他们会想办法给你推荐所谓的零首付 那么零首付在最近的大城市越来越流行 很多人呢买不起房子 听完零首付就可以入住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他们倍感开心 现在很多人买房子像这种大城市 尤其是北京,上海 房子每平方都是在10万,20万左右 随随便便一个100平的房子都要上千万几千万 那么首付也是要几百万 几百万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 真的很难拿出来 可是呢现实的需求 你又不得不去买房子 有可能是为了工作的原因 有可能是为了父母 有可能是为了孩子上学 终归你这个房子 如果是必须买的前提的时候 你又拿不出来足够的首付怎么办 那么你肯定会接受这个零首付 零首付的核心就是 你再和开发商或者中介在谈论 首付的时候呢 他们会给你推荐一个第三方 所谓的第三方呢 就是把你买房子的手续合同 和各种的材料的被抵押 那么第三方呢 会替你缴纳这个首付钱 你以为这样就算减了天大的便宜吗 那你大错特错 未来开始你住房之后 你将还藏大量的房贷本金和利息 而且这些利息本金往往要比银行 正规银行要高不少 也就是说 无形当中你虽然是降低了购房 入房入住的门槛 但是你加高了未来偿还房贷 利息本金的杠杆 杠杆呢就像一个天平的两端 左边是入口 你入口的门槛低了 那右边的杠杆一定会翘起来 很多人呢就因此而吃了大亏 当有一天你后悔的时候 对不起已经晚了 这还不算什么 包括还有更狠的局中局 当你入住的时候 还有人向你推荐 你是不是因为买了房子 没有过多的余钱去装修呢 又给你推出了零装修 零首付装修 就是通过也是各种手续的抵押 给你提供一部分的房贷钱 没有利息钱 等等各种花样 各种天文数字 这样的话你连装修钱 前期都省了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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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同样像首付房贷一样 你还会继续偿还大量高额的装修费 而其实呢 这就是变相的高利贷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 很少有人去接受零首付和零首付装修呢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天上不会掉的馅饼 而现在的人为什么这么大胆 敢去接受零首付买房 零首付装修呢 他们总是认为现在的楼市不行了 现在的房价一切千里了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福利 这是社会大的现象 那么你这么想 你就太天真了 当你去偿还房贷的那一年 开始你和银行进行对比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要多偿还很多很多钱 最终没有办法 很可能也面临着房子被收回的厄运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 你们如果还正在从事这样的事情 请赶快停手吧 这样的事情严查到底 对于任何一方来讲都是极大的损失 对于任何一方来讲